我们负回圈大概就先告一个段落 所以特别注意负回圈就是重复做有一定的范围的一些逻辑 你就可以用负回圈去处理 尤其像什么 比如说资料库里面的资料或以色里面的资料 因为它有头有尾 我们大概知道范围 理论上负回圈是最恰当的 但是有些时候假设你不知道结束点 可能知道开头在哪里 但结束不知道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能就用负回圈会比较适合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负回圈 跟负回圈有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 首先的话呢 如果今天呢 我要再写一个那个什么 1加到99 那你想说老师你之前为什么不用负回圈 你为什么用负回圈 因为我知道有头有尾 所以呢 我用负回圈最简单 但是呢用负回圈可不可以写得出来一样的结果 当然可以啊 甚至我还遇过有人就是他不喜欢用负回圈 刚好颠倒啊 他就所有东西程式他只用一招 用负回圈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是呢有几个缺点 就是负回圈相较于负回圈 尤其是处理像1加到99的这个程式 会比较怎么样 比较写得比较复杂 怎么说呢 如果呢我们以之前写过的那个1加到99 那个当成这个这个立体好了 比如说呢我们原来这个是基偶数加总 我把它改回来 原来好像没有没有判断 原来我们是一个上 一个一个ANS嘛 然后1加到99 那这边没有逻辑判断 OK 那如果说呢 假设也没有那个这个逻辑 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把这个总和 计算总和 这应该就1到99 就是先产生一个ANS 然后呢 再for i in range 1到99 OK 然后把它累加 后面加完的 因为先产生1嘛 1跟ANS加完之后存到前面去 所以1 然后2 3 最后把加到99之后的结果呢 帮我输出计算总和 执行 那你会发现这边就计算总和 得到的就是 这个所谓的4950 OK 那如果说今天呢 我要把这一个程式 改写成File回圈的话 特别注意 File回圈跟那个File回圈有三个地方不一样 三个地方不一样 你只要掌握三个重点 那基本上以后呢 两个回圈要互相改写就不是问题 比如说我这一题想要把它改成用File回圈写的话 那第一个特别注意 主要呢 最大的差别就这个Range 因为Range里面其实后面是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从哪个数字开始 第二个的话呢 是到哪个数字停下来嘛 然后第三个其实主要我们省略掉了 第三个是什么 附近 要就是累加的数字是多的 预设是1嘛 那跟各位讲 如果你用File回圈的话 这三个东西变成要自己写 而且要分开来 所以呢 本来写在一行的 如果用File回圈 你便要写三行 那怎么改 我大概跟各位说一下 第一个的话 如果呢 我今天假如把File回圈改成File回圈的话 第一个 我先要把这个 这个I的词 初始词呢 要写在回圈的上一行 所以呢 I必须等于1 也就是第一个 先把这个1的词放在这里 告诉他说 I从1开始 OK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把那个File 这个File回圈 把它Ctrl1好了 Ctrl1就是注解掉 底下的话改成File 所以呢 你们这边改成File 那File特别注意 File的后面是一个逻辑判断 跟那个一符很像 一符后面是一个逻辑判断 对不对 那这个逻辑判断呢 当它为 这个逻辑判断为True的时候呢 才会做下面的事情 为True哦 那什么 我们所以这个条件 当什么条件为True 当I如果小于多少 小于100的时候 那我们做下面的事情 那因为你会发现哦 I的词怎么样 它预设值为1嘛 所以呢 1有没有小于100啊 有嘛对不对 所以它来做 做下面什么事呢 累加 OK 所以哦 File回圈 有三个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的话呢 是初始时要必须额外自己加 那第二个的话呢 File回圈 后面加的是一个逻辑判断 跟那个if很像哦 if什么 那它会进到回圈是 后面那个逻辑为True的时候 那第三个呢 特别注意哦 那你想说 那个File回圈会自己加1 对不对 可是跟各位讲哦 File回圈呢 它不会自己加1哦 所以如果你忘记第三个步骤的话 那这个程式哦 就会变成无穷回圈了 所谓无穷回圈就是一直跑不出来 为什么跑不出来呢 因为I等于E 对不对 那你File I有没有小于 E有没有小于吧 有 所以进到这里 然后进来之后呢 它又跳回去 跳回去之后呢 I等于多少 还是等于E 所以有没有小于吧 还是有 有没有 继续啦 所以它会一直在这个回圈里面 跑到什么时候为止 跑到电脑当机为止 是所谓的无穷回圈 所以File回圈很容易造成无穷回圈 那什么时候要让它离开 所以最后第三个地方一定要记得 你必须在这个快回圈的累加之后 多写一个叙述 让I的值加1 如果I的值没有加1的话 它会变成I等于I等于I等于 那怎么样让它加1 写一个I等于I加1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本来I等于1嘛 那我把它加1变2写回去 所以呢 当它跑到这边的话呢 本来1变2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2加1就变3 所以呢 这个I的值就会越来越大 那当它跑到多少 当它跑到99 有没有 当它99加1变成100的时候 100有没有小于100 100怎么会小于100 所以为Force嘛 那为Force的话呢 它就跳离回圈了 就跳到Print这边了 OK 这个概念应该有吧 所以哦 For回圈基本上 改成快回圈呢 主要有三个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初始值 有没有 写到上面 第二的话呢 就是快回圈后面是一个判断 那这个判断 其实有点像跟这个100有点像 有点像这个啦 后面这个 结束的地方 那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step你必须要自己加 有没有 i等于i加1 所以哦 如果以这个地方来看 你会发现 如果用快回圈只要一行 那快回圈要三行 变成三个地方 那这样的话呢 改完了 改完之后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OK 不过这边好像又有出错 这个错误哈 到底是 有可能 也是跟之前一样的问题 i等于i加1 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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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执行啊 这个又是出现那个 它的那个什么 它的那个什么 说牌的方式 有出错 那OK 算了我先拿这边的层次来 跑哦 OK 那理论上哦 这个应该是没有错才对啦 可是为什么这边它 这也是之前一样的Bug 这也是之前一样的Bug 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原因哦 其实我用那个 NodePay++贴过来 其实就会看得出来 好像问题是出在哦 我把这个错误啊 把它贴过来之后 我发现哦 它错的地方就是说 明明我们应该是按个Tab 它居然 Spider里面呢 居然把它改成四个空白 那无论我怎么按Tab 它就是变四个空白 那所以我刚刚做一件事情 我直接在这边按Tab 然后呢 把这一段程式哦 这一行程式复制贴过去 那这个问题居然就 解决了 这个好像也是Spider的一个小Bug 因为你这边看不到嘛 但是利用那个NodePay++是看得到的 所以如果你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的话 这个或许也是一个解法 因为那个Spider上面看不到说 它里应该是要有一个Tab的 结果它变成四个空白 这样执行应该就没问题了 所以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以后你遇到同样的问题的话 或者可以用那个NodePay++ 也是一个解法 它错 错是错在哪里 错在这个 它用这边 Spider它会变成四个空白 所以以后的话 你只要把这个改成一个Tab就可以了 但是我刚刚按Tab 它好像还是会变成 那个什么 就是 还是会 还是会变成那个四个空白 所以或许还有一招 以后如果遇到这个问题的话 可以怎么样 可以直接拿上面这个 我看Ctrl C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Ctrl V 这样也可以 因为上面这个是一个Tab 那怎么知道是一个Tab 你就要这样选一下 它只会跑一个反白 那是OK的 像刚刚我这个地方 假设你这边如果 跑四个反白的话 那表示它是四个空白 四个空白就是错误 它会认为这个不OK 一定要是一个Tab 那怎么办 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把上面这个Tab Ctrl C 然后把它Ctrl V 这样也可以解 这个好像看起来 似乎是这个Spy的 这个编辑器的一个小bug OK 所以如果理论上 应该是不太会碰到 但如果你碰到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把它解决 因为之前好像有同学 是直接拿那个云端 我云端白板上面的层次切 就出错 这个地方的话 顺便讲一下 好 那一样的道理 假如说呢 我想要把99乘法表 改成坏回圈的回圈方式的话 那应该怎么改 请各位试试看 因为当然呢 有一个FOR I FOR J 它有两个FOR回圈 那其实你可以怎么 一个FOR回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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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可以 你可以先改FOR回圈 然后再改 你先改FOR I 你先改FOR J回圈 你先改FOR J回圈 再改FOR I回圈 也可以 那只要掌握 那个刚刚讲的三个重点 三个重点 初始词 跟那个条件 还有物竞词 三个东西